被绑架的女孩向路人求助 路人自信的告诉她 不用我救 你命中权贵 不会死在这 女孩以为对方耍她 没想到第二天醒来时 教皇出现在眼前 依教廷的权威 命令强盗放了女孩 见所有人都跪下了 强盗也害怕了 迅速给女孩松绑 在亲吻了教皇的手背后 命运的齿轮飞快的转了起来 教皇救她 是为了让她嫁给法国的二王子 凯瑟琳不可置信 从小就是孤儿 长得也不好看 这破天的富贵 早会落在自己头上 教皇告诉她 咱是一家人 我们美帝齐家族 曾经富甲一方 可惜你父母生下你后 双双病亡 你也被当成扫把心 送到修道院 而我正是你的亲叔叔 听到这 凯瑟琳给这个十几年 才想起她的亲叔叔酒里 添了点料 叔叔给她安排这场婚姻 也不是良心发现 而是因为欧洲大帝 新叫兴起 他们罗马教廷也受到冲击 叔叔希望通过联姻 继续获得法国国王的支持 对凯瑟琳来说 这都无所谓 既然是棋子 她也有了上桌的机会 既然是机会 那就一定要抓住 教廷的培训家改造 让她看起来脱胎换骨 但长相还有家庭背景 又让叔叔和同僚切切私语 凯瑟琳坚定抬眼 长相不够 华夫来凑 背景太弱 嫁妆来落 这个婚 对她 对叔叔来说 都是非结不可 预算增加增加再增加 终于在他们看来 对方应该能接受了 临行前 选随从的过程中 之前拒绝救她的那个路人 也来应聘 凯瑟琳记抽 不要对方 男人说道 至少你如我算的一样 没有死在那儿 男人看过凯瑟琳的手说道 抓住机会 善用权力 登上顶峰 这不是预测 而是成功的步骤 也是凯瑟琳内心所想 她收下了男人 作为自己的术士 一路飘洋过海 周车劳顿 终于来到法国 可在下车的一刻 华丽的装扮 并没有让挑剔的法国人闭嘴 除了长相被法国人看不上 这让婚姻更大的危机时 叔叔并没有带起嫁妆 想蒙混过关 却被法王看了出来 当伦讨论其 到底该结婚还是退婚 凯瑟琳如坐针毡 难道命运逆转的机会 就这样从眼前溜走 绝不信 她上前一步 表示这两天海上风浪太大 假装会择日送达 并且叔叔还准备了土地 以及红衣教主的职位 给各位贵族老爷 这样叔叔答应也不是 不答应也不是 沉默中 法王宣布婚礼将如期举行 随即带着凯瑟琳 去见了他的新郎二王子 二王子亨利摘下头盔的一刻 凯瑟琳人生中最可怕的事发生 他竟然一眼坠入爱河 爱情永远是权力之路的绊脚石 亨利温文尔雅 小鲜肉的模样 显得人处无害 这简直让凯瑟琳难以自拔 度过一个浪漫的下午之后 婚礼当晚举行 之后是盛大的狂欢 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女人 坐在了凯瑟琳身边 这是他素未谋面的表姐戴安 戴安大凯瑟琳二十岁 丈夫早已去世 她向凯瑟琳介绍着法国王室的架构 并告诉她 东方的首要任务 就是一定要让你的丈夫有面子 剩下的就是自信做自己 凯瑟琳傻傻地感激这位表姐的教导 但仅限今晚因为权力路上是没有朋友的 接着到了洞房时刻 满屋子王室贵族现场观看 让凯瑟琳吃惊的瞳孔爆炸 这么多人围观 十几岁的新人 咋可能过得了那道坎 虽然凯瑟琳做到了大胆自信 但亨利的快速丢了面子 在众人走后 凯瑟琳被亨利吼了出去 回到房间的凯瑟琳 表现出了极度的成熟 没有被委屈束缚 即使被骂 也要立马回去安抚亨利 推开门 她震惊了 亨利竟然蜷缩在表姐戴安的怀抱 真是惊爆眼睛 小公主刚走进洞房 新婚丈夫竟蜷缩在表姐的怀里 你以为会有一场撕扯大戏 可小公主不哭不闹 转身离去 经过一夜冷静 第二天 她主动向丈夫亨利示好 目的也只有一个 留在王宫活下去 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亨利甩她而去 在凯瑟琳惆怅 该如何办时 更大的危机来了 她唯一的靠山当教皇的叔叔 病死在罗马 并且新教皇 不打算再为她支付嫁妆 消息一传来 这边法国的王宫贵族 当着凯瑟琳的面 上逃起为二王子亨利 再立心扉 法王也说道 我儿子是个无能的男人 让你一个多月都没怀上 这话说得亨利面红耳赤 凯瑟琳不计前嫌地为亨利说话 并表示自己可能已经怀上了 这让亨利感激不已 既然怀上了 国王也暂停了那心扉的讨论 小夫妻和好如初 但凯瑟琳的压力更大了 因为她根本没怀上 从现在起 她必须和时间赛跑 可表姐戴安不给她这个机会 半路叫住了 本身要去找凯瑟琳的亨利 亨利没有主见 戴安几句话 就让她改变方向 第二天戴安在凯瑟琳面前 耀武扬威了一番 凯瑟琳深知自己处境危险 在新一期的宫廷会议上 她以退为进 离花待遇地表示 娘家人没能支付嫁妆 自己深感愧疚 因此求国王给亨利再立心扉 她做仆人 但只求一件事 确保心扉是无侠之身 配得上亨利 这是她向表姐戴安的反击 我得不到 你也别想得到 可傻傻的亨利 没看出这是女人的战争 对凯瑟琳深感钦佩 当晚去了她的寝宫 履行了丈夫的义务 可惜的是 凯瑟琳还是没怀上 这时 比利时的两位漂亮公主来访法国 凯瑟琳一眼明白 选心扉其实已经开始了 深深的危机感袭来 她着急了 与马关做了苟且之事 没想到 这将她带入更大的危机 以此往事出游 大王子在马关家 偶然发现一张 亵渎国王的图画 在国王审问 马关妻子求情之际 大王子为了表现自己的果断 直接开枪射杀了女人 亨利被吓傻 大王子却提议 下一枪亨利来开 国王应允 亨利逃跑了 凯瑟琳追过来 安慰她 鼓励她 亨利在回去时 依然被逼着开枪 马关向凯瑟琳求助 凯瑟琳心提到嗓子眼 马关 亨利 凯瑟琳都处在绝境边缘 最终 亨利先忍不住 颠狂的刺死马关 这惊心一日 彻底让凯瑟琳清醒 他和亨利 其实在王室中都处于边缘 既是有孩子 也无法高枕无忧 必须要善用手中的 微弱的权力 于是他担当附会 却找了苏丹王 提议结盟 对付共同的敌人 罗马帝国 这便则说服亨利 随苏丹出征 用胜利压倒大王子 争取国王的信任 嘴上是这样说 但凯瑟琳心中 还有一个盘算 那就是万一 亨利死在战场 他也能以一双的身份 保住头衔 获得财产 正反他都是赢 边缅战争打了一年 凯瑟琳在亨利 不间断的来信中 又一次坠入爱河 期盼亨利能顺利归来 终于他的期盼显灵了 亨利凯旋而归 不过他给了凯瑟琳 一个晴天霹雳 战场找了新欢 还生了女儿 凯瑟琳只顾伤心 表姐戴安 此时和他站在了一条线 倒不是害怕这个战场新欢 这种村妇 以及私生子 上不了台面 没有威胁 关键在于 有一就会有二 那天亨利带回来 一个王室血统的女人 你和我都在靠边 除非你能先生下儿子 凯瑟琳哭诉 亨利根本不碰自己 戴安许诺会帮他 戴安一走 凯瑟琳立马变脸 刚才的脆弱都是演的 目的就是让戴安出手 戴安确实出手了 威逼利诱 送走了新欢 还将亨利劝回凯瑟琳的寝宫 此时的凯瑟琳 还有意外惊喜 国王已经知道 金蒙苏丹是他的主意 对他赞赏有加 很快整个内阁都知道 他是国王眼中的红人 大王子一派 怎能容下和二王子 有关的人崛起呢 派人进行暗杀 凯瑟琳凭借吉日顽强 躲了过去 第二天亨利为他做主 在内阁会议上 控诉哥哥大王子一派 国王心知肚明 却下下此事 他不是为大王子 而是为了平衡内阁 帮助大王子的新教 与坐在对面的旧教 相互制衡 内阁才能稳定 但大王子运气也着实不好 没过多久 在运动中猝死 国王震怒 认为这是来自 罗马帝国的暗杀 要立即开战 大将军劝他冷静 打仗劳民伤财 为了避免战争 大将军逮捕了 凯瑟琳的一个随从 认定此人 为了替凯瑟琳出气 私自毒害大王子 凯瑟琳含泪应允 战争避免 但国王的气还没消 一生奉献王室的大将军 被赶走 有坏事就有好事 亨利成为唯一王储 凯瑟琳也在此时怀孕 并且一发不可收拾 15年时间 生下三个王子 两个公主 不但他自己 稳住了王妃的位置 表姐戴安 同样从未失宠 对此 凯瑟琳只能默许 因为亨利 是个完全没有主见的男人 对戴安 有种母亲的依靠 国王对此心知肚明 新一席的王室狩猎 他邀请凯瑟琳一同前去 当拉宫对准 不远处的猎物时 国王有生以来 第一次心软 老国王的弓箭 已经对准猎物 但下一秒 他却收工了 而新闻他为啥放走猎物 老国王说 他也不知道 随后一个失利 倒在地上 人生最后时刻 他又一次叫来儿媳 告诉他 王室最终的胜利者 将是你 所以千万不要离开亨利 他缺乏独自掌权的能力 最终老国王给亨利 下了一刀命令 让凯瑟琳加入内阁 随着老国王的离去 一批旧人也各回各家 凯瑟琳成了 名义上的后宫之主 但他更喜欢 坐在内阁的椅子上 他提的第一个建议 便是承民边境 做好与罗马帝国的战争准备 但其他大臣 却认为没有必要 罗马皇帝不会这么快 就无理由地撕毁 与先王的合约 亨利听了大臣的 只派了一个小队 去观察情况 凯瑟琳提出异议时 被亨利怼了回去 因为他觉得丢了面子 不仅在内阁 凯瑟琳被侵蚀 在后宫 表姐戴安 同样压他一头 亨利几乎夜夜 留连戴安的住所 戴安也抓住机会 通过各种小心思 向凯瑟琳宣示 自己才是后宫之主 不过这也教会了凯瑟琳忍耐 他竟然主动走在了 戴安和亨利的身后 咽下常人难言之苦 就在戴安得意之时 一个男孩冲出来 从袋子里 倒出一个人头 罗马皇帝已经越过边境 全家亨利之前派出的小队 这个小队长的人头 是给亨利的礼物 知道自己判断错误 亨利又来找凯瑟琳 他明天一早 将带军队赶往边境 在他走的这段时间 希望凯瑟琳能担当辅真大臣 管好内阁 这件事还是让凯瑟琳开心的 戴安就没那么开心了 亨利走了 他靠谁啊 不过他也有办法 亨利出城前一秒 他追过来 要一起上前线 三言两语 亨利就被说动了 到了前线 按照惯例 亨利需要身先士卒 戴安在一旁喋喋不休地劝说 亨利既无奈又不情愿 但最终还是听了戴安的 留在军帐内 只是内心无比愤懒 戴安仿佛毒品 既让亨利上瘾 又无比想断绝 可却做不到 简直让人崩溃 战争打了两个月 亨利来信要军费 凯瑟琳组织内阁会议 原本针锋相对的 新教旧教两派的代表 竟然都没来 这是在给他下马威 凯瑟琳只能挨克上 对方府上 讲明利弊 结果都给他打马虎眼 痛定思痛的凯瑟琳 一直告示绕过代表 召集所有新教旧教内的 豪商巨股 宣布只要能为战争提供捐款 便可推举代表 与国王单独会面 你们的意见将被国王倾听 这些商人 一直被原有的新教旧教贵族剥削 能直面国王 确实让人心动 立马有人同意捐助 凯瑟琳顺利抽到款 战争很快结束 但欢迎会上 一个小姑娘 却把话献给了将军 丢面子的亨利 抢言欢笑 没能上战场 成了他的痛 当晚第一次拒绝戴安 第二天主动约住凯瑟琳 赶紧加奖赏 又一次让凯瑟琳陷入爱情 每一次的陷入 都预示着更糟糕的事发生 按约定 商人代表惊见国王 代表痛成贵族剥削之重 国王视而不见 让底层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 亨利保持着拿钱挨骂的觉悟 但戴安却发飙了 先是指责亨利软弱 接着给商人定罪 商人毫不示弱 大骂戴安没有羞耻心 当情妇就该隐居幕后 别出来丢人现眼 被激怒的戴安 竟然对商人一刀毙命 全场震惊 戴安也立马意识到犯了大罪 无错的他请求亨利原谅 果真是瘾 亨利心疼的抱着对方 表示宽恕 凯瑟琳简直不可置信 这也让朝野 看到了戴安是多么受宠 旧教代表找到他 以教廷的税收分成做交换 希望戴安能促成他侄女 玛丽和王子的婚礼 戴安自信这事信手拈来 新一期内阁会上 他直接带着王子和玛丽闯入 要商讨大婚的事 旧教兄弟双手赞成 新教兄弟万万阻拦 最终亨利一锤定音 这一刻的亨利 又是想戒掉戴安的 因为这个瘾已经越来越肆无忌惮 还有一点 王子体弱 玛丽强势 自小王子就对玛丽言听计从 亨利觉得 这简直就是他和戴安的反反 甚至更甚 他不想让王子成年后 再承受他现在的痛苦 趁着亨利这短暂的醒悟 凯瑟琳劝说亨利 把先王时代的大将军找回来 安宁内阁 至少他是个公正的人 另外为了防止戴安胡来 下一道禁止大兴活动的禁令 不除凯瑟琳所料 戴安果然想先斩后奏 私自去申请婚礼资金 幸好有禁令 他被拒了 戴安当晚找到亨利 深情且柔弱地讲着两人的点点滴滴 亨利又一次沦陷了 他推翻了自己的禁令 听到这个消息的凯瑟琳 真是哭笑不得 亨利也对自己愤恨不已 结婚当天 他旁桥侧击地提醒儿子 你是储君 要有自己的想法 不要都听玛丽的 儿子却说到 能侍奉玛丽 我觉得很幸运 就像你和戴安阿姨 大家都说没了戴安 你会失去方向 只要亨利无言以对 只觉得自己如同笑话 他必须戒掉这个因 所以在婚礼的庆祝仪式上 亨利一心求死 让基建对手不要放睡 结果就是 他被一击落马 当晚便去世了 儿子随即继位 但真正掌权的是玛丽 那个一瞬间热闹起来 他运气真是太好了 嫁给了一个 对他言听计从的国王 一声令下 国王便在他拟好的法令上 签了字 将新教定为非法 并且直接从王室 开始清洗新教徒 他的婆婆凯瑟琳 在王室快二十年了 从未见过这么疯的女人 但这只是个开头 玛丽随后将清洗范围 扩大到全国 要杀光所有新教徒 因为他兴奋旧教 这样帮他上位的 两个叔叔也胆寒 叔叔们本身只想借此 除掉政治对手 玛丽这么搞下去 会引起内战 但疯狂玛丽 不管这些 她要进化法国 统一欧洲 这犹如梦话的发言 让叔叔都不知道咋接 不久之后 凯瑟琳亲眼目睹 书林里密密麻麻 被吊死的新教徒 再这样下去 法国完蛋了 凯瑟琳去找了大将军 然后又去找新教代表 波旁兄弟 想要阻止玛丽 那就要让国王意识到 清洗新教的危害 凯瑟琳让波旁兄弟 带激进教徒 劫持国王 之后再以救驾之次 杀掉劫持者 引救国王回宫 这样国王既知道 清洗新教 激起名分 又会赶尽你们护驾有功 而凯瑟琳的任务 则是将国王带进埋伏圈 大将军作为内应 一切都按计划进行 可此时凯瑟琳做了多余的事 毕竟是自己的儿子 他想最后再劝说一下 结果小国王激动万分 表示凯瑟琳从来没有给过自己 母亲的爱 现在倒指手画脚起来 说着说着 小国王口吐鲜血 家族遗传病发作 此时离埋伏圈近在咫尺 就一瞬间的功夫 凯瑟琳想到了一个更大胆的计划 赌上性命 决定拼一把 随即叫停车队 大喊有人袭击国王 顿时周围乱作一团 伏击成了名战 新教徒当然不是国王卫队的对手 波旁兄弟分头逃窜 弟弟很快被抓获 哥哥安托被大将军追上 要灭口时 凯瑟琳却刺了大将军一刀 安托完全懵了 这到底谁和谁一伙 惊慌中 他只能听凯瑟琳的安排逃走 救教的集资公爵 也在此刻赶来 凯瑟琳失去了彻底杀死大将军的机会 这是他疯狂计划的第一个事务 回宫后 国王被宣布没有多少时间了 玛丽简直如疯了一般 誓言要把所有新教徒碎尸万段 两个叔叔也变得身无可恋 这疯侄女会把所有人害死 集资兄弟转而投向凯瑟琳 国王一去世 新国王将是凯瑟琳年仅九岁的小儿子 必须要有辅真大臣 他们害怕国王死前会让玛丽担当 所以想联合凯瑟琳推举大将军 凯瑟琳是想自己当 所以先嘴上应允 随即便向玛丽透露了消息 玛丽觉得被叔叔们背叛 凯瑟琳活上交友 说集资兄弟是想安抚新教 玛丽一下就燃起斗志 他必须要拿下辅真大臣的职位 继续清洗新教 但这个职位需要两个人签字 一是国王 二是前辅真大臣 前辅真大臣就是逃走的安托 凯瑟琳一边安排人手去刺杀大将军 一边密会安托 让他把辅真大臣让给自己 安托不傻 辅真权是他保住弟弟 以及自己性命的关键 这边没能成功 另一边杀大将军也失败 大将军本想逃走 却被集资兄弟截住 非要让他做辅真大臣 一瞬间 大将军也临时起义 自己布了个局 带着集资兄弟来找安托签字 刚好逮了凯瑟琳阵兆 凯瑟琳感觉自己已经输了 但人生总是充满意外 大将军一枪打在集资公爵腿上 然后憋着安托签了凯瑟琳那份 凯瑟琳如何都没想到 已经失败的自己 竟然在最后时刻 因为大将军的大意 躺赢了 不过他还有一关 说服儿子签字 这一次 之前的挑拨理解起了作用 急于拿到扶正权的玛丽 憋着丈夫签字 让对方寒心 凯瑟琳顺势而为 密布玛丽刚才对儿子的伤害 亲情攻势奏效 儿子在最后时刻签了字 拿到扶正权的凯瑟琳 大赦心脚 这刀被耍的玛丽 已无力回天 被凯瑟琳赶回了爱尔兰 表姐戴安 也被凯瑟琳收缴全部珠宝 房产 然后赶出王室 自此内阁 以及后宫 都是凯瑟琳的天下 她开始了对法国 长达30年的统治 政策 � dominating